台北市長柯文哲 據理明年總統大選 只剩下半年 民進黨由蔡總統代表競選連任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將在下週一公布 不過除藍綠兩黨外 時代的亮語親民黨 也握有總統大選門票 可推薦總統參選人 不必再連數 而最被看好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很可能代表第三勢力 參選2020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又與柯文哲友好 據了解親民黨近期 積極與柯文哲接觸 柯文哲真的有可能 代表親民黨出來選總統嗎 宋楚瑜是柯文哲的 市政首席顧問 柯文哲在兩岸議題上 多次提出兩岸一家親 與宋楚瑜觀點相同 親民黨人士表示 如果柯文哲代表親民黨參選 能解決連署問題 也可拉抬親民黨的立委選情 避免親民黨泡沫化 但如果柯文哲要獨立參選 一種選戶規劃 柯文哲最晚在9月17號前 要宣布 另外 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 若柯文哲獨立參選 也必須在11月前 達到28萬份連署 但如果有政黨推薦 柯文哲就能直接參選 省去連署的麻煩 不過柯文哲陣營透露 透過連署 可以讓支持者動起來 串聯更多資源 進而成為大選動能 一旦省去連署 也反而可能害得後續 後繼無力 這是中心 台北報導 好 討厭 怎麼能不看蘋果台 全新上線 6月18日 參考看看